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香港的逃犯条例是新的吗 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个审议这个情况 香港的这个逃犯条例呢就并不是新的 只不过是现在提出的这个审议这个逃犯条例呢 是包括了台湾和这个中国内地这个打包来审议 那么最早的时候呢 香港这个逃犯条例呢 是在香港回归前的几个月 也就是在1997年的4月份呢 那个香港政府发布了这个那个法律了 这个法律呢是在香港的那个第503章 有一个逃犯条例 这个逃犯条例呢就是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就移交 因为涉及和违反香港以外某些地方的法律的某些罪行 而被追击的人呢 要到该地方作为检控 判刑或者强制执行这个判刑的事宜 那么这个逃犯条例主要的原因是这样 那么这里头呢就是有一个日期就1997年4月25号颁布的这个法律了 那么适用于什么东西呢 这个适用于呢 这个香港政府和香港以外地方的政府 但是呢就是不那个不适用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其他地方 这个这个是不是用于的 比如说台湾啊那个中国大陆啊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逃犯条例呢就是主要是排除了这几个地方 就是中国这个几个地方 那么现在呢为什么我们会谈到这个逃犯条例呢 现在我们先要从这个1999年 这个香港的律政司啊 在一个演词的里头讲过了 就是说在当时1997年颁布了这个逃犯条例以后 香港和外国的这个移交逃犯的这个情况呢 他做了一个两年多的一个总结 这个当时这个律政司是一个叫做 副国际法律专员 这个这个纪惠玲这个人讲的 他说呢在香港回归的这个1997年 到1999年这个两年多呢 那个香港呢是跟12个国家签订了疑犯的逃犯协议 这些国家比如说澳大利亚 加拿大印度啊什么印尼啊 什么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 英国和美国这些这些国家都签了 那么这个在这个两年间呢 这个处理的这个移交的请求呢 超过了50个 就是有有50宗这个移交 那个逃犯的这个这个这个事情发生 这个没有遇到具体的困难 也没出现什么事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香港提出审议逃犯条例的这个背景 香港为什么现在会出现一个 对逃犯条例的一个争议呢 主要是还是有一个案子 出现了一个案子为背景了 就是说香港有一个女孩子 姓潘的一个女孩子 那么和他的男朋友也是一个香港人 一个男孩叫做陈同佳的 这两个人呢 在去年也就是2018年的情人节 他们去那个台湾旅行的期间呢 就是出事了 那么这个男友呢 就把这个女朋友杀掉了 在台湾 杀掉了以后呢 这个男友呢 这个陈同佳呢 就是他就自己回到香港了 自己回到香港 那么当时的那个媒体也报 那么香港警方呢 也就是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呢 就在这个陈同佳 就这个女孩的男友 回到香港以后呢 就把他扣留了 扣留以后呢 就是检控他有四项 洗黑钱的罪 和三项盗窃罪 以这个名义来把它扣 一直扣到现在 那么照理说 这个案发的现场是在台湾 那么台湾应该是审核 或者是判这个审讯这个案子的 一个所在地了 但是这个台湾的这个 这个政府呢 迟迟的在去年年底 才开始正式向这个案犯 这个陈同佳呢 发布这个通缉令 也就是由这个市林的地检署 在12月提出的 那么这个情人节是2月 这个一直拖到了年底 才发布的通缉令 而且这个地检署呢 把这个通缉令的时效呢 就是那个 这个规定长达37年6个月 就是说你37年半之内 都是有效的 所以他就台湾方面 就希望香港政府能够遣送 这个陈同佳呢 到台湾去受审 那么这件事情呢 就引发了 就是说两地这个逃犯的 那个移交的问题了 因为之前在97年的时候 这个逃犯条例呢 是没有包括台湾地区的 也没有包括这个中国内地的 所以香港接到了这个要求以后呢 就在今年2月份 这个保安局呢 就提议要修订这个逃犯条例了 因为出现了这个案子 那个目的是要把这个杀害 香港少女这个潘小颖 这个案犯 这个他的男朋友啊 要引渡到台湾去受审 所以就牵涉到这个 那个要修订 这个除了这个 这一件事情发生在台湾以外呢 这个据香港这个保安局 这个负责人李家超说呢 这个实际上现在手头上呢 还有三宗案子 是这个港人呢 这个在港被杀 但是呢这个疑犯呢 疑凶呢是藏在外地的和内地的 另外还有一宗呢 就是说在外地设计这个绑架案的 这个香港疑犯呢 是藏在了本港 就藏在了香港的范围 现在这几宗的这个案犯 还是没有 没有引渡 还在等待 所以必须要 逃犯条例要修订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逃犯条例的审议呢 有哪些人是反对的 这个逃犯条例这个审议呢 就牵涉到很多的具体问题了 也带来了一些那个 一些人是各商界啊 或者是一些立法会的议员的 一些政党的一些担心了 主要是香港政府的坚持呢 就是要香港和台湾两地 这个逃犯移交这个审议条例的 同时呢也要修订 中国内地和香港的 这个逃犯的那个移交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 捆绑的一块 来这个审议这个法律 那就这个就是 引起了一些担心了 那么香港的泛民呢 就希望 光是香港和台湾 来审议这个逃犯条例 来解决目前 这个香港的这个 这个案犯 移交到台湾的问题 而不要涉及香港和中国内地的 案犯移交的问题 因为内地的法律 还有一些法治思想 跟这个香港是不一样 所以他们害怕 或者是担心了 这个中国内地把一些 罪名啊 放在一些人的头上了 在香港把它抓回内地去 这个就是泛民比较担心 那么他们就希望光是 来审议香港和台湾之间的引渡 那个商界呢 也有他们的担心 比如说有很多商人 在中国大陆做生意 有些是属于这个民事案的 比如说有些合同纠纷啊 有些什么 但是呢 有时候往往在内地审讯的时候呢 会把它作为一个刑事案 比如说合同诈骗啊 或者是其他的诈骗 那么这个东西呢 如果这个港商回到香港呢 是不安全的 因为他随时要 港府要把它引渡到中国大陆 这个就是一些商界 那个一些表示的一些担心 那个在属于那个 经济犯罪的这个范围里头呢 这个有40多项 这个就是他属于一些 很容易给大陆的法律 或者是他执行 执行法律的人呢 就把它变成一个刑事案啊 什么那个 就把它抓回大陆 这种一种理由啊 比如说什么贪污啊 逃税啊 走私啊 重婚啊 卖淫啊 什么非法堕胎啊 这些东西都是一些 一些这样的罪名啦 都是可以引渡的范围 所以商界呢 是比较担心这个啊 那个香港的 毕竟很多商人在大陆做生意了 那么 商界呢 他这个 比如说自由党的这个 荣誉主席田北俊呢 他就 在 会晤了这个 港府的这个保安局的负责人 李家超以后呢 他就觉得 这个商界呢 是比较关注这个税收啊 还有知识产权的环保啊 等这个相关的议题了 当然他没有讲一些政治罪行了 那个 他说如果强调这个 港府方案 如果是不修改 或者原封不动的话呢 那商界的有一些立法会议员 他是不会支持这个 这个这个条例的通过的 那么我们又看到 那个民主派的议员 他们也是 有很多的担心 主要是政治上的担心 因为牵涉到中国内地的政府呢 如果以后可以利用这个引渡法呢 就把在香港的所谓政治犯呢 引到大陆 就内地去受审 所以呢 他这个 我们那个泛民的议员 毛孟静啊 还有这个杨岳桥呢 就动议呢 就他们要分别要反对 这次修例 适用于中国内地 就是说你不要包括中国内地 你先处理跟台湾的关系 但是他这个动议呢 在立法会动议的给否决了 因为泛民的议员的票数呢 是不够这个建制派议员的多 所以这个给否决了 那么民主党的这个立法会议员 涂景森呢 他也是负责保安事务 在这个在保安事务中间 他研究了二十多年了 所以他就在这个立法会的 保安事务委员会 这个会议上 他就说呢 认为这个香港这个政府啊 借这次的修例啊 就是一个罪翁之意不在酒 并不是在这个台湾 这两个情人 那个被谋杀案 这个案子上面 而是有其他的考虑 是吧 那个所以他就问 为什么不能够跟台湾 是按照国际标准来商讨 比如说 适用的 适用于国际人权公约的 以这些条款来衡量 这个标准来商讨 那么他就提出过 这个如果你这个条例啊 通过的话呢 可能它的危害性 它的影响啊 会超过二十三条 国安立法 那个二十三条 那么热血公民的一个 立法会议员郑松泰呢 他也是质疑了 如果是香港政府呢 你乱界定 什么是政治性质的罪行啊 比如说牵涉了国家安全啊 或者像陀罗湾书店 这个书商这样的案子啊 那么你就随意向大陆交人 那这个东西就 就不能够 不能够这样做的 这个他们是反对的 那么另外一个泛民的立法会议员呢 就是欧诺宣呢 他就用一个香港政府违反了 1996年商讨的一个原则 以这个来反对香港政府 这个逃犯条例的修订 他说呢当年呢 这个香港政府是这个建议啊 这个制定中港逃犯安排的时候呢 应该遵循五大原则了 他就翻出来这个五大原则 这个包括要顾及一国两制的原则 这个比如要顾及两地法律 和司法制度上的差异 而最终的安排呢 也必须获得香港市民的接纳 这个都属于五大原则之内的了 这个所以他这次提出 你现在这个审议这个逃犯条例的话 你是违反1996年这个五项原则的 所以你现在不能够 不提这个五个原则 就用新的东西 新的借口或者新的理据 来审议这个案子 但是也有赞成这个逃犯条例的 比如说建制派的议员 那个谢伟俊 他就举了个例子说 那个艾未未他是有政治罪啊 但是他同样也有 同时也有经济罪 比如说逃税 他就举了这个例子 他就批评这个泛民的议员呢 是散布这个恐惧 他说艾未未 他是发表了一些不满 当局的一些东西 他有一些 当局认为他政治性质上是有罪行的 但是呢他同时呢又有一些 偷税漏税啊 他这个呢给大陆的这个当局也抓住 所以这个东西你不能够说他光是 那个政治罪来把它引渡 那么他这个经济罪难道你就不用管吗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泛民的一些 建制派的议员呢 他也有赞同这个逃犯条例 这个叫修改的 因为他们觉得呢就说 当然港府也是一样的认为呢 就是说如果你不修改 不审议这个逃犯条例呢 你就会把香港变成一个逃犯的天堂 那确实香港也是有很多 一些 刑事罪案 罪犯 利用这个两地 没有这个引渡条例 这种情况呢 在留在香港 你没办法引渡 所以这个情况呢 香港政府也多次的强调 香港不能够成为逃犯的天堂 第四个问题就是说 港府是势在必行的 在这个问题上面 所以为什么态度比较强硬 这个行政长官那个林郑月娥呢 就是经常 这段时间经常是强调 就是说 香港政府在审议这个逃犯条例的时候呢 是主动审议的 并不是受到中央政府的压力 这个不存在这个问题 没有外界的干扰 所以他认为呢 商界没有必要去顾虑 有一些明明是民事的案 作为一个刑事的案 令一些商人恐惧 他说没有必要 因为他港府已经有措施保护了 正在商议有大概十多条 所谓的罪名是排除在外的 就是说不包括这个引渡在这里头 他也是在安抚这个商界 因为商界呢 如果跟泛民合起来这个票呢 在立法会里头呢 这个票数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如果你商界的议员否决 泛民议员否决 那么你这个票数跟这个建制派的票数呢 是比较接近 甚至可能有可能会通不过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是很很够呛 这样这样意思 所以他现在先安抚这个商界 那么商界现在也在研究 到底怎么解决这个逃犯中间的一些罪名问题 特别是牵涉到一些经济案 一些或者是一些民事案 不要把它令它成为刑事案 而受到引渡 这一点是保障香港商人 或者是香港市民的利益了 那泛民更多是从这个政治上的角度 就是有一些言论 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 他在内地发表一些言论 出版一些什么东西 那如果回到香港的话 那么你这个内地政府 也可以以这个条例为名 又把它这些人引渡 这个泛民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 那么香港政府对这个泛民的这一些要求 也是在一方面是说服 另外一方面是反驳 就是说你泛民现在提出的一些理据 就是在真正实行逃犯移交的时候 是有标准去区分的去区隔的 是不是说你北京或者是中国内地 认为了你这些人的罪要引渡的话 香港政府就要引渡 香港政府也有自己的标准 已经跟泛民说了 比如说你这个不牵涉到思想的问题 言论的问题 这个就是法律上面 在香港本身的法律也是很严谨的 哪一些属于这个思想 哪一些属于这个真正是刑事犯罪 香港的本身的法律 它必须要认同或者是认定这个疑犯 也是从同时触犯了香港的法律 那么这一点呢 它才购得上被引渡的这个条件 所以呢香港政府呢对这个泛民这个要求呢 也是比较强硬的回应 就是说不能够完全赞同泛民的这样的要求 所以现在这个逃犯条例呢 就是外界很多人呢不太清楚 这个逃犯条例 它的一些背景 跟一些它中间的内容 那刚才我讲的这几个问题的话呢 就我们一下就很清楚 它的来龙去脉 第一 香港是有逃犯条例的 只不过是当时没有包含 中国内地跟台湾 第二 逃犯条例 是台湾一个案子引发的 并不是香港政府 没事干 突然间拿出来 来审议这个案子 可能是因为政治需要 不是 是因为台湾有个案子 第三 商界有担心 那么港府现在安抚 就说没有必要担心 我们会采取措施 第四 就是泛民的一些反对的理据 我们当时 我们刚才也讲了 为什么会担心 为什么要反对香港政府 这个逃犯条例 那我们也 讲了他们的担心 所以也讲了一下 香港当局 香港政府 为什么 理直气壮的 要审议这个法 因为他就想填补这个漏洞 拒绝一些逃犯 长期留在香港 这个也是法律上的需要 也是法制上的需要 所以现在关于逃犯条例 这个东西呢 现在我个人认为 还是重在这个条例的具体细节 怎么防止民事案件 变成了刑事案件 怎么防止一些没有必要 或者没有达到被移送 移交标准的人 因为政治的原因 给移交到大陆去 或者哪里 因为香港的泛民 香港人不担心 香港跟台湾之间的引渡协议 因为他们的制度比较相似 而且大家采用的标准 还是比较接近 但是香港跟中国内地呢 这是完全是两种 一国两制下的 两种法律体系 所以担心的要点就在这里头 所以我觉得 在审议这个逃犯条例里头呢 重在细节 重在它的标准 什么人是符合移交的 什么人是不符合移交标准的 这个事情呢 这个立法会也在争论 各界也在议论 所以我讲呢 就是说香港政府 现在是势在必行 一定要通过这个法律 但是通过这个法律 现在有阻力 主要是泛民的阻力 和商界的阻力 所以这个大家互相协调 就是看看 在细节上的 定立标准上面 要符合香港人的价值观 符合香港的法治精神 而且香港市民能够接受 这一点呢 我觉得 在维护香港法治精神 维护香港这个一国两制这个原则呢 这个在整个审议过程中是显得非常重要的 逃犯条例的审议呢 一个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 为什么双方会严重的争议 对峙这种情况出现 我觉得啊 这个逃犯条例的审议呢 就是引发了一些问题 我们值得思考的 那么这个当然也是一种政治的博弈了 因为建制派跟那个泛民呢 在一些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上 一些重大的政治风险上面呢 大家都看到 特别是泛民 他是极力的阻挠或者反对这个这样的那个逃犯的条例的审议 特别是香港跟那个中国大陆之间这样的一个条例 那么我觉得呢 这个这里反映了几个什么问题呢 从这个审议法律的这个香港政府来看呢 当然是也有考虑到那个中国内地的一些担心和一些忧虑 比如说有一些重大的刑事案件 什么杀人啊 放火啊 什么这个 或者是一些严重诈骗啊 这个东西 这些案犯呢 他们如果是跑来香港 那么真的是因为没有引渡的协议 那么这些人就会在香港 没办法回到内地 这个去接受法律审判 那这一点呢 我觉得香港政府也是希望香港不要成为他们的那个避难的天堂 而内地的政府呢 中央政府呢 也会认为 这些坏人 这些严重犯罪的分子呢 躲在香港呢 是对香港本身那个稳定啊 是造成了危害 所以 这个跟大陆的引渡这个潮犯条例的话呢 这个其中一个考虑 第二个考虑就是说 作为中国大陆来讲呢 他有一些严重的经济罪犯罪 这些人呢 他躲在香港 比如说逃避了那个内地的一些反贪的风暴啊 或者是一些拿了一些巨款啊 那个转移到那个境外啊 那么现在我们当然也知道了 在香港呢 四季酒店也躲着一帮 经济的嫌疑犯吧 应该说是这个比较大宗的那个额度的一些 所谓贪官吧 他们都都在那边抱团取暖了 也四季酒店呢 也一度给他们称为这个望北楼 他们躲在香港 又可以逃避这个内地这个执法人员的追捕 这个又可以随时探听那个大陆的一些那个风向 看看自己安全不安全 那比如说我们前几年看到的肖建华这个案子 当时是肖建华是给那个内地 这个执法当局是盯上了 那么因为躲在香港 所以内地就用了一些非常的手段 比如说劝表面上说劝你回去啊 或者怎么样啊 实际上是把他带回去了 所以像这种没有逃犯移交 这种协议情况下面呢 只能采取了一些非常的手段 而且这个老实说也是 这个受到了香港的一些媒体的批评 就是说你这个跨境执法呀什么 因为肖建华这种案子呢 香港警方也不可能会碰的 也不会就会动手的 所以就是说作为内地来讲 他是不希望一些重大的经济犯罪 那个犯罪的人呢 躲在香港逃避这种这样的追捕 当然也有其他的犯罪 比如说一些电信诈骗了 或者一些严重的诈骗了 或者其他的重大民事刑事案件了 那么我觉得这个逃犯条例的争论呢 还反映了第三个问题 就是说建制派跟这个民主派 双方是严重的不信任 我们先说泛民在那个香港的雨伞运动以来呢 就是对中央政府是严重不信任的 认为香港没有能够按照原定的计划 落实这个普选 这就是一个违背了那个一国两制 违背了基本法的一些条文 还有违背了那个当时民主派与这个中方谈判了一些承诺 所以相继出现了一些泛民的候选人呢 给DQ啊 还有一些人给那个针对啊 或者是打击啊 或者是怎么样 他们就泛民就对中央是严重不信任了 当然作为中央或者是建制派来讲 也对泛民这个也是严重不信任了 认为这个泛民民主派 这个在香港搞事 香港这个煽动 这个甚至是这个引入外国势力 这个把香港的搞乱什么之类的 他们当然双方就严重不信任 这是反应了 我觉得反应了 也是这个第三个这个问题 那么实际上 这个逃犯的条例呢 真实的效果呢 就不会对民主派产生很大的 那个主下作用 因为老实说 民主派的人呢 不会去大陆的 所以你说在大陆犯了什么事 跑回香港又给呆回大陆 这个对民主派的一些 特别是一些政治人物 根本不起作用 现在像那个民主党的 以前的主席刘慧卿 什么现在民主党的一些中间分子 他们不会去大陆的 你请他们 他们不会去 他们觉得没有必要 而且跟你是政见不同 他们也不会去 所以不存在他在大陆会犯什么事 或者什么宣传颠覆啊什么的 都不存在这个问题 那么我觉得现在主要是会 引起一个主下作用 就是说 北京中央呢 对一些外来的势力 比如说境外势力 通过香港 进入到大陆 那么进入大陆 可能会有一些动作 比如说在大陆 那么探访民间啊 散布一些言论啊 或者做一些宣传啊 那么给内地可能会定位为 这个善动颠覆啊 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案子 然后呢 这些人去到以后呢 又跑回香港 而他们在大陆的这些行为呢 没有给及时的发现 或者制止的话 他们回到香港 那么内地的政府就可以追究 比如说你什么时候来过内地 散布过什么东西 触犯了哪一些法律 那么他就可以在香港来逮你 利用这个逃犯 这个条例 把你引渡过去 这一点呢 倒是 这个逃犯条例的 其中的一个 很有威慑性的 一个作用 这个他是 中央政府防止 这所谓的境外 敌对势力进入内地 做了一些什么事 但是呢 你逃回香港 也没有 也不安全 这是其中一个这样的 主下的作用 另外呢 还有一个 反映了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有一些 过去发生的案子 因为没有这个逃犯的条例 而 那个内地的执法机构 被迫采取了一些 非寻常的 特别的手法 把这些 嫌疑人 那个抓回大陆 比如说 铜锣湾书店的老板阿海 那他是在泰国给带回去的 那当时呢 就是没有那个引渡的条例 那么在泰国他是作为 在内地有一个刑事案 比如说 开车 把人撞死了 就利用这个东西 来把他带回去的 那么泰国的警方 也不可能阻挡得到 因为他不是用 政治啊 思想罪啊 或者是什么言论罪的罪行 把他抓回去 那么香港的李波 那这些都是用非常的手段 让他回去 那么如果有逃犯的条例的话呢 这些人比如说在大陆 按照大陆的标准呢 他们确实 是有那个非法出版的 这样一个嫌疑给抓住 比如说他那个书 带到大陆去 去那边分发 这个就是 非法出版的一个罪行 那么像李波啊 什么那个 玲珑基啊这些 他就属于涉及这一点 那么如果是在没有逃犯条例呢 他们回到香港 他们是安全 如果有这个逃犯条例呢 那么他们可能就不安全了 因为你曾经在大陆 在深圳或者怎么样 你在分发过你的书籍 你还是偷袋 书籍入境 那这个就给抓住了 这个就是一个刑事罪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逃犯条例 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风波 就是他的那个整个的影响 他涉及的一些叫做风险 泛民这边是看得很清楚 所以他们也觉得 这个是一个威慑 所以为什么图锦森说 这个逃犯条例比23条还要厉害 还要威慑力大 就是原因就在这里 是个影响 很多年时间 都会